周杰伦的才华 周杰伦在徐若轩的音乐生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001年出书茅库的周杰伦向美女徐若轩邀歌 徐若轩残言 周杰伦是第一个向他邀歌的歌手 这是他音乐道路上很重要的转折点 说起来还要且写的 延续了他的音乐之路 徐若轩帮他写的有可爱女人 农选风 简单爱 开不了口 爱情悬崖 一丝谈望 杰伦给徐若轩写低解 你睡了吧 徐若轩的那几首可初恋 可暗恋可热恋 算是周的经典老个了吧 当年 曾一度传出周杰伦暗恋徐若轩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虽然周杰伦蔡吉林 都没有正式说过 两人当年是不是情侣 但太多蛛丝马迹 还是无法被掩盖的 两人之间的合作也很多 道歹 布拉格广场 骑士精神 说爱你 海盗 黑色毛衣 总之就是很多 而且首首都很经典 传唱度非常高 出道以来 周董尽管创造了 无数妇孺皆知的经典歌曲 但男女对歌唱曲却为数寥寥 而其间与温兰合唱的屋顶 可谓华语对唱情歌的模范 变成KTV的闭店曲目之一 周杰伦和温兰两人都是一人 又有同门之意 杰伦写给温兰的歌 除了屋顶 还有夏天的风 祝我生日快乐歌曲 质量很高 能够看出两人的联系之好 提到周杰伦的绯闻女友 就不得不提侯佩岑 杰伦写给侯佩岑的歌 点有我不配 最长的电影 白色风车算什么男人 从歌曲看得出 侯佩岑应该是杰伦的诛杀志吧 我不配 看来是女神般的地位 最后就是杰伦的现任老婆昆灵 给起她的有公主病 告白 气球乌特丽丽 听爸爸的话 大笨中美人鱼 觉得各个阶段的女朋友 很能反映她的婚恋状态 自从她和昆灵在一起后 歌里有一种色彩 缤纷的塑料质感 大概是我老了 感觉甜蜜蜜 还是以前的清爽点 其实是的确是宠上千了 因为后面所有的都是写给昆灵的 一手笔一手填 我第一次听公主病的时候 真的被填死了 好符合每个人的特点啊 羡慕有才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